前面有一個人 這個我怎麼長得很像 Notch 應該是Minecraft作者嗎? 我覺得他怪怪的 在這裡一個人作者這一定不對勁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創世靈明 我們已經抵達了終界了 但是我們發現這裡的終界呢 並不是真正的終界 我們得到一個地圖 它指向真正的終界傳送門 在我們的西北方 哇!真是驚人的事實 但我們今天先把 這個假終界的一些材料帶回去 畢竟這邊的終界材料 其實有很多可以讓我們再提升的 我們先回家一趟之後呢 這個龍蛋它是可以孵化的 還有600秒 我曉得它不知道需要不要加火焰 通常這種蛋就是需要一點溫暖 我這邊可以試著孵孵看 那中間 不知道有沒有需要這個終界石 我還是放一下好了 這樣子 放著 然後給它加熱 然後覺得我們的小雞好像太多太吵了 我們把它變成烤雞好了 再 毀了 烤雞們 手工烤雞 那我們的龍蛋如果它可以孵化的話呢 是需要600秒的時間 我們剛剛按右鍵點了它一下 現在應該才是正式的孵化 它會變成一個 呃...生物的形態 然後這樣子加熱吧 我們10分鐘之後再來 那我們今天獲得這個手臂啊 它說可以把實體拉向我 我竟然沒有嘗試過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這個人 按右鍵把它抓過來 欸真的耶 呵呵 可以把人家這樣吸過來 那跟我們的魔法吸引其實有點像 但這就是比較細緻的慢慢的吸收 那我們這個鍵的 右鍵 我們還是沒有成功過 就是大家說 非戰鬥模式 像我們現在 按著右鍵 3秒鐘 我們畢竟超過3秒鐘 但就是發動不了這個技能 那再來就是我們珍貴的龍席 這次只說得到5個 不過我們之後應該可以復活中介龍 應該沒關係啦 我們用香孔的符石 再打第三個洞 那不然就是我們的書櫃可以再強化了 如果有中介的書架的話 它位階可以到40 上限可以提升 這邊只要做4個就滿了 那它之後還可以再升級 那邊加蠟燭有一個璀環的書架 它這個只有阿卡納的幅度增加 然後量子的話也增加 那最強的是那個巨龍的中介書架 需要龍頭 那可以加5 最高到50 所以最後還需要兩個龍頭 來增加我們的最強力的書架 那不過書架的位置其實就這麼多 所以我們是要 太換掉一些 中介書架可能這樣子會不夠喔 目前位階有到40級了 我們的等級需要80 可以附到更多的強力附魔 這個附魔等級上限 像火炎寶貨已經來到7級了 這個強度比較高 但是因為我們量子的話很高 所以 容易降低也容易增高 這就比較運氣 這個量子的話不一定高是比較好的喔 那再來就是我們上次 第一次得到的橙色裝備喔 這個分解的材料是 神畜珍珠 這個珍珠 這個裝備其實已經滿好用的欸 收到攻擊有抗性2 欸有點強 然後順便有兩個洞 好像我可以直接替換到我身上的 這邊我們材料應該還夠 剛好多一個錠 那我們直接強化上去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用更強的附魔 這個樣子 比對一下我們的盔甲韌性更高 然後有擊退抗性 欸擊退抗性比較少 那額外增加一些幸運 那這件衣服呢我想再加更多的攻擊速度好了 再加個兩顆 不知道有沒有上限 但是我想要快還要更快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強力的附魔 這邊是荊棘之路 狂戰士之路 魔力再生 喔5級 喔這已經突破上限了 這也是有成就的 哇這每一個都是突破系統上限 魔法能量一次解了4個成就好誇張喔 那之前我們有看到一個臨近蜘蛛網 可以移除詛咒型的附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效 這個父母要花費30等 欸有欸 我們的狂戰士跟這個詛咒導電 這個都不見了 那還有我們在終界的奇怪安德 得到大量的碎片 這個碎片可以到加3 欸可是要更高級的話 不曉得誰會掉 我們這一個血的武器 這個強化呢傷害就直接加1 但是他好像沒有血 武器的加幾加幾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直接強化上去 會花3個 喔傷害這邊變加2欸 OK再強化 他這個強化沒有 沒有音效 沒有ㄎㄎㄎㄎ的感覺 那1級的最後到加3 好直接把加3 所以他有到18了 後面的強化解析呢 好像打boss掉的 我們加6有2個 然後這邊要3個才有辦法合成 欸等一下 我們的龍好像孵出來了耶 欸是火龍欸 孵出來了 我要餵他什麼呢 你沒有足夠技能可以去馴服他 蛤 我們衛龍這個也要技能喔 我們的馴服要跟誰學啊 不對啊這些只有村民的任務 那我們這個技能要學習 我們該找誰去學馴龍呢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直接用鞍 把他放上去 不行欸 好像沒辦法 OK我們真的還沒辦法騎他 那有辦法用酸繩把他抓起來嗎 喔而且他還在生長 他3000秒之後呢 就會再長大 哇好期待喔 可是我們現在大概只能先放任他在這邊 跑來跑去了 那再來是這邊有一個綻放的眼睛 我們這邊有達到這些材料 加上這個水銀呢 這好像是一個boss的召喚物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在外面直接召喚 那我們來試一下囉 出來吧 眼睛 好像有事發生 喔他掉下去了 啊他沉下去了 喔眼睛Nightmare 掉下去咧 哈囉 你會游泳嗎 哇 唐頭變水中杖 他長得好奇怪喔 他頭怎麼是一個很長的桶子 哇 怎麼長成這樣 召喚很多白色的傢伙 喔扁扁扁扁扁扁 我們現在攻速超快 只是水中戰 喔他這個 他是流血了嗎 我們把妖刀模式開啟 我們這個加三武器 這個血對他來說有效喔 他頭上真的帶著一個那個桶子欸 勞龍的感覺 他血量有1800啦 難怪我砍起來怎麼砍不痛 他現在又虛弱又反胃的 解決掉了欸 欸 很好打很輕鬆 我們來看一下他掉了什麼東西 哇喔他掉了超多碎片的 有到加9加10欸 哇原來是要打這個boss喔 然後他也掉了另外一個材料 這個是召喚下一個boss嗎 喔不會吧 喔這是技能的樣子欸 這可以呼喚什麼啊 這有傷害嗎 我們用裡面的倒霉果來試一下 喔好像沒什麼感覺 有傷害有傷害 他是追蹤蛋的樣子 這空間太小 欸我們龍好像變大隻了是不是 我們放在家裡 怎麼唐突的時間變大了 才過了600秒左右 他已經更大 等下我這個物質等下會不會塞不下 我等下回來這個物質被他塞爆了 那這個材料其實 欸我們很多欸 我們好像有辦法合成一大堆 這個感覺可以來刷一下 我的武器又可以更加的強化了 我們直接在小空間 把他們全部召喚出來好了 我一次召了四隻 這樣可以嗎 三隻三隻 欸他怎麼好像不在攻擊我們 那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全部叫出來欸 八隻 一起來 一起上 你們一起上 哇通通刷掉了 我們剛剛斬集斬太快 大家都看不到東西了 欸怎麼一隻不在我 不在裡面 欸他掉出去了嗎 看一下啊在底下 來在這邊這邊 從下面逃走了 哇我們得到好多東西喔 欸不是他這個越刷越多欸 這個碎片我們可以做更多眼睛 啊這個真的是隨便刷 欸加三的一大堆 欸可以我們這個可以強化到滿的樣子 怎麼那麼好 啊這還有一個 這個是什麼 不同的魔法 這個冷卻是共通的 好 他的魔法冷卻都很快欸 一個黑洞這樣子瞬間就不見了 好煩的這一顆 這應該只需要三個吧 終極傷害是30 哇好強喔 這裡其實是強化滿的耶 還好他強化不會壞掉 那這個模組他有強化系統 所以呢他應該是目前最強的武器了 其他武器有辦法到達30這個強度嗎 呃他可能有些特殊效果 但是這個基礎傷害的30實在太可怕了 好啦那我們可以再一次前往終界 去探索我們的真正的終界了 這方向在西北方 我們找到一個小島 我們稍微收一點哥萊花 然後這邊有不同的生態系 哇這邊這種怪有安德還是很多欸 到處都是這個喔 這會讓我們有點lag有點麻煩 這邊要來試一下我們的招續 打不到人啊 喔追蹤彈 然後觸手 哇我們這個會一直被往上彈欸 欸觸手有效嗎 怎麼對他們好像有受傷 可是有7滴7滴的傷害 呵呵他們血太多了 哎呦怎麼還真正的安德 好一般安德也加入混戰了 不行不行他們那個頭上的發光吧 那個原因造成lag 來這邊有怪蟲欸 這個 哎呦 一殼體啊就這個 這個有一個重要東西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召喚一個虛空大蟲 那我們試著在這邊來召喚大蟲好了 我們把一殼體然後放在地上 然後我們的飛鴻結絕丟進去 哎呦裡面在抖動了 哎轉變了轉變了 變成神命的蠔蟲了 哎呦就這個嗎 毀掉孩子 接下來沒意外的話呢 是把它丟下虛空 看一下這邊是不是虛空 底下應該沒東西吧 我這樣丟出去囉 嘿 去吧 這樣是對的嗎 那底下會發生什麼事 哇我出現了 一魂換魂 變好大隻啊 剛剛那個蠔蟲 長大了 虛空蠔蟲底下 哎呦 哦哎呦 哇它在空中欸 我們不好打欸 這個只能用射的嗎 好 會下來嗎 我們的大蟲 哇它那個攻擊對我來說好像無效 會 直接砸下來 無音先攻擊 守級 欸它怎麼分身了 這蠔蟲中斷了是不是 它會分裂嗎 哇 我這樣要怎麼射它 哎呦 難射擊欸 會 OK 有 哦 很痛很痛 我們這裡已經很痛 哇 它這個要打頭 不好打喔 飛行來飛行去的 任務完成 欸 有一個蟲洞欸 它從蟲洞那邊又分裂了 打身體的話就會分裂 要打頭才可以 哦 蠔蟲危機 欸 怎麼還有一隻 蠔蟲危機 我可以從它的蟲洞 我可以欸 我剛是從它的蟲洞穿出來的 哦 真的耶 它這個蟲洞我也可以用欸 好酷喔 好 這邊還剩最後一節 它 欸 我以為它卡在那個洞裡 太胖嗎 哦 它那個洞直接從我旁邊傳出來 有不然碰到就直接被它傳送欸 哦 出來了 出來了 受死吧 啊 還有一件 OK Nice 解決 這會掉什麼東西嗎 我們好像 沒什麼欸 沒有任何東西啊 我們的虛空奴蟲之眼呢 這個感覺是它要掉的啊 還有它的牙齒吧 不過可能掉下去了 它這個召喚召喚可能掉到最底下了 好啦 繼續往我們的西北方前進 欸 我們這邊水平方向已經到了耶 OK OK 我們的利軸到了 剩下的是X軸 要再往這邊 這邊有個小方塊 這個有東西嗎 好 經過這裡就超LAG 哦 我們是X軸到了 然後利軸這邊再往外 這邊有個球體耶 不行它好可疑喔 正常應該不會這麼圓 這個球體裡面一定有炸吧 我們下去看一下 這整塊都是骨塊耶 我們拆下去 很硬的樣子 喔 喔 不是石心的 欸 可是也不是一個洞耶 再往下 欸 怎麼好像是石心的 喔 這個洞 欸 石心的骨塊耶 喔 聲音好清脆 喔 那很厚耶 這整塊超厚的耶 沒東西喔 欸 我們的真宗介 欸 到了耶 哪裡 這邊 欸 為什麼坐標看起來就是 骨塊附近啊 欸 我們到點了 可是 是那個骨塊嗎 不對啊 整顆球體 它的位置是在中心耶 還是在底下 不可能啊 我們坐標 確實是到了 我們的真宗介到底在哪邊呢 不可能要我從這邊摔下去吧 這個骨塊下方這個黑石 它這個無法破壞耶 這是迷宮結構之一嗎 然後找一下它的 入口處在哪邊 不過它有些被骨塊侵蝕掉 我看一下有沒有 我可以進去的路 欸 這個結構就長這樣子嗎 跟骨塊結合為一 我們一直往前拆 欸 欸 等一下 這邊怎麼有東西 下面掉一個那是什麼東西 旁邊還有蠟燭耶 欸 你是真的傳送門嗎 長得不像傳送門 這個是一個召喚祭壇耶 simple mobs 欸 那不對啊 那不是我們的傳送門耶 這感覺需要一些召喚boss的 蛤 Let's end 蛤 問號平原 等一下 這裡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終界嗎 前面有一個人 這個怎麼長得很像 notch 應該是 minecraft作者嗎 我覺得他怪怪的 在這裡一個人作者 這一定不對勁 好的 那我們要來囉 我們做好完全的準備 Are you ready? 這是notch耶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給他詛咒了 OK Good 準備好你自己 最後的boss是你啊 欸 他拿什麼東西 哇嗚 直接拿出一根棒棒 欸 隱形了 哇嗚 我沒看我這個boss欸 好好帥喔 我們用一些其他 其他 喔喔 用一些怪招式來攻擊他 很酷欸 直接砍 欸 等一下有點弱 我還沒有進入戰鬥模式欸 現在這把刀 強化加久的妖刀 血量700多 喔 超大 欸 喔呦 他感覺要把我封印起來了 喔喔 notch動作很靈活欸 喔 他是擺獵拳嗎 但是在我這個 研磨盔甲身上 完全不痛啊 然後還有 把我封血 欸 解決了 notch就這樣 哇 等一下第二段變身 哇 元素 哇哇哇哇哇 最終boss 喔 我被黑洞吸下去了欸 哇 我逃不走 逃不走 欸 好狠喔 等一下 他這個會吸人的有點麻煩 我要想辦法 瞬間移動拉出去才行 嘿 哇嗚 哇嗚 喔 這個有痛 這個有痛 這個傷害會痛了 我要吸個血 趕快 我要輸出 只要我能輸出 我就是無敵的了 再兩刀 斬斬斬斬 解決notch了 第三段變身 還有嗎 哇嗚 你已經全破了 哇 你擊敗notch 我們要成為神了嗎 欸旁邊好多這個喔 好多ColoColo 這是最後的獎勵嗎 欸 這是讓我們回去的耶 噔噔 喔 我們回來了 啊我回來怎麼會 卡在一個奇怪的地方 恭喜你已經擊敗了元素之神 世界平衡又再次恢復了 我們已經成功拯救世界了欸 我們回到主世界來完成這整個遊戲 這個模組包 這一趟旅程還蠻長的 中間有很多奇妙的冒險相當有趣 但因為在後期我們現在變得太強了 這些boss對我們來說 都跟切菜一樣欸 我們現在強度實在太誇張 再把刀強化到加石 太強了啦 我們的妖刀 可惜我們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騎上龍 我們的雪木等級不曉得 該找才能去提升呢 有村民是會尋龍的嗎 不過他在我家過得蠻開心的就是了 那我們的創始靈民就到這邊完結囉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 啊 看到龍啦